中华只将回馈社会连续多年赠送自家生产的用品 给吉安乡各福气站的长辈来使用 而乡长游淑珍感谢企业协力关怀社区长者 让吉安乡更显得温暖以及幸福 中华只将每年定期制政优质的民生制品 给吉安乡各个关怀据点 展现了在地企业回馈乡里的精神 很感谢吉安乡公所的协助 我们帮忙我们都配合乡长这边 就是继续从事我们吉安乡的一些公益活动 做一些企业回馈 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有赠送吉安乡的一些消毒水 就让它消毒清洁 今天产品是我们自己专产的卫生纸 吉安乡长游淑珍感谢企业的回馈与关怀 让社区长辈们倍感温馨 谢谢我们在地企业中华只将为我们开启的个人在防疫跟生活上面 最好的生活的条件跟习惯 也带来了企业的爱 寄注在社区里面 吉安乡公所也特别准备了个人的餐具 年年做不同的创新 给我们的老人家 可以备受关怀 跟分享个人健康卫生的理念的重要工作 看到他们感官视觉 手眼协调的工作 在我们的课程中 相信也能够减缓老化 以及增长我们共同学习 同才的一个共共 带来社会幸福快乐 学习在吉安 我们一起加油 除了中华只将赠送的卫生纸和纸质环保餐具 乡长游淑珍也加码制证了实用的生活用品 让来到福气站上课的老大人们 都可以感受到企业和工部门的关爱 介统会经常报导